第十七次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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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丹和李宗伟 在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 第十七次交手 大家心目当中的天王 在半决赛当中相遇了整个人 不 后场 小心小心 林丹进 走 追平了 虽然林丹一度扳平了比分 但是最终李宗伟一记批掉 带走了比赛的胜利 自己也没有想到 整胜这场的比赛吧 因为 比赛之前 在大赛我有赢过林丹 自己会觉得有一点担心吧 只有一刻赢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感谢天王 这场比赛真的是一场伟大的对决 都已经达到了第一次了 都很伟大 这是一个时代的拥抱 这样的一个拥抱 对于两个男人来讲 包含了很多 一种尊重也好 或者是一种珍惜也好 或者一种祝贺 都我觉得都在里面 曾经三十七次隔网相对 伟大的对手成就了更好的彼此 英雄的故事总离不开背景 在转天的决赛中 李宗伟遭遇陈龙 陈龙状态出色 连下两局获胜夺金 一直生活在剧情光环下的他 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枚 奥运金牌 李宗伟杀出剑了 解败 解败 李宗伟 杀球失误 二十一比十八 专国队 中国队 拿到了奥运会羽毛球 单打的冠军 祝贺成荣 比赛结束了 我当场拿冠军了 感觉跟做梦一样 我觉得我对得起这项运动 我对得起自己 因为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完成了可能每一个运动员 都想完成的梦想 奥运冠军 那天晚上抽签 我在想 四个对手 可以抽到伊万诺夫 可以抽到日本早川 但千万不要再抽到双金 我在想千万不要抽到双金 他们那边去 当时一看这个消息 哇崩溃 不会吧 韩国男双组合金沙朗金吉正 在过去两年内 曾经连续三次击败张男赴海峰 决盛局中 韩国组合又率先拿到两个赛点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去放弃了 因为毕竟是淘汰他 你这两输了以后就没有比他 这种不放弃 可能带给了我们的机会和希望吧 因为怎么说呢 金吉正这个队员我很了解 他也是会紧张的一个队员 我很了解他们两个人的个性 所以往往这种了解 就能在关键分子的时候起到作用 因为我当时在场上我就觉得 这小子肯定会出问题 这段时间呢 中国队顽强的防守 确实也给韩国组合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他们的失误也开始增多 韩国队又失误了 好球 中文队赢下了这场比赛 经过一场苦战 就回三个赛点 向张南和傅海峰表示祝贺 决赛中对手是马来西亚的陈伟强吴伟生 在小组赛中就曾经击败过张南傅海峰的他们 进入状态很快 在第一局就鲜声夺人 陈伟强的表现太粗粗了 真的没有一个机会被他浪费掉了 我想到他们会很难打 但是我没想到说 第一局他们会突然发挥的这么好 第二局中国南双调整的状态 再放 再放 漂亮 已经经历过八进四十场球了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强大的进张在支撑着我们 我觉得我们可以 没问题 决胜局比赛再次陷入僵持 在金牌面前 在最后的几分争夺里 经验与心态再次成为了胜负手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不敢出球了 不敢出球 真的是 这个时候就看你大赛的经验了 好 发球 断球 发球 断球 发球 二十平 二十平 五百分之方 好球 又是没发过去 带给中国队一次机会 这一手出界了 出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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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运强了 上面的这种压迫感 越来越压迫 那个感觉越来越大 压迫力越来越强 塞后下来我就问吴伟生吗 我说 紧张吗 我说 我太紧张了 换一分换手 发球 发球 修复一下 好 好 耶 赢了 太棒了 顶住了太多的压力了 没错 我觉得世界很不容易吧 对我来说可能 我觉得这个舞台可能离我 已经越来越远了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时间 下结尾这个队伍复处 我没时间了 这么多年来 在中国羽毛球队也不容易 而且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也看到 我们羽毛球的也算一个低谷了吧 希望能为我们中国羽毛球队争了一点荣誉 因为我年纪真的是已经 可能你要再达到巅峰已经不太可能的了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过多的时间 过多的体能 就在为羽毛球捍卫这个荣誉了吧 我希望下面有更多的小队员 重新去打开自己的光辉力